大家好,我是Stan 3月26号,Shubo Jr.DNE公开了新专辑的猪打歌吉吉北 这首歌一公开就在全球11个地区的iTunes排行榜拿下了一位 而先公开曲如此,也在台湾、香港、秘鲁等地的音乐排行榜上获得了一位 虽然新歌的反应这么好,但是尔娘和同学取消了吉吉北的所有打歌活动 这理由是因为,在歌曲正式公开前,只是公开歌名的时候 就有部分网友们指出,吉吉北是用来贬低女性的方言词汇而引起了争议 对此当时搜索公司回应,这首歌是使用可爱的歌词来表达亲密关系,并无负面意图 但以接受大家的意见后,决定取消所有音乐节目活动 所以在韩国,吉吉北真的是贬低女性的词汇吗? 根据韩国国立国语院,吉吉北是一个贬低女性或妻子的词汇 但是,因为这个词在韩国真的很普遍的在使用 就像国立国语院也提到的,随心所欲的我们的语言 词典是词典,言语是言语一样 一般人不会将吉吉北当成是贬低女性的意图来使用 因为没有一点点的杀伤力 如果想要贬低女性的话 什么什么您更顺口跟一般更普遍 吉吉北反而更常使用在关系很好的女性之间 实际上在MV公开后,就能看到歌曲内容没有任何鄙视或者是贬低女性的意思 但是,还是有网友指出 不管内容怎么样,用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粉丝们因为感觉像是低俗的称呼而不喜欢 而与此无关的人则说这有什么关系不是吗? 老实说,是那些说没什么问题的人会消费这首歌 还是粉丝们会消费呢? 就是因为粉丝们不喜欢才是问题 说吉吉北是贬低感觉有点过分 但这个歌名也不特别吸引人或让人好奇 就觉得是缺乏品味吧 只要搜寻吉吉北就能看到是贬低女性的词 说不是贬低真是可笑 我在家里如果爸爸那样称呼我 我会感到不愿很恼怒 如果是不认识的男性那样称呼我 那简直是挑衅 看歌词的话很可能有其他意思 但如果男歌手以吉吉北作为歌名出现 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去听就直接排斥了 我觉得我能理解粉丝们发表意见的原因 这种事就互相忽略吧 歌词里什么什么弄 这种词经常出现呢 对小事太过斤斤计较 真正重要的大事就会被忽略的 真是活见酒 什么都能拿来找茬 听说韩国的失业率很高 应该是那些吃饱了没吃做的失业者们太无聊了吧 如果是几年前可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现在男女对力严重 随便做什么都会扯到女权之类的争议 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问题 就像过去室内可以抽烟 但现在不行一样 随着时代变化 认知也应该变化 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但如果粉丝们不喜欢 那就不做比较好 目前在韩国饭圈论坛 负面的留言还是比较高 但是一开始看到这个争议的时候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 当然我不是最近12岁的女生 所以我的感受不能代表所有 但是我们客观的来看一下 之前在Ivo Annunjin的照片底下 英纪留言一本吉吉贝 也被媒体报道过 有女团吉吉贝出道过 媒体也有报道过女团吉吉贝的兴趣 女团Tutis发表过歌曲 《南蛮吉吉贝》 CL发表过《南蛮吉吉贝》 Signi发表过 由PlayPink解你Fit的歌曲《吉吉贝》 广义在综艺节目对女艺人们说过 我们要先活下来你这个吉贝 韩国艺人在励志节目中演讲的时候说过 甚至一代传奇女团PINK出道的时候 实用的品牌也是吉吉贝 不只是艺人 韩国也有很多店名叫吉吉贝 在部落格称自己女儿是吉吉贝的母亲们 叫自己的狗狗是吉吉贝的宠物猪 称自己是吉吉贝的年轻女性们的 随便去找一下也能知道 这些资料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韩国大多数人对吉吉贝的认知 都是贬低女性的话 应该不会被这样使用的 当然不管怎么样 如果粉丝们认为 现在这个年代 用这种有贬低女性含义的吉吉贝 就是不妥的话 我也是尊重这个意见 只是希望华语圈的观众们能够知道 很多韩国人应该不会将这个词 当成是鄙视女性 更不会是当成如女意图来使用的 所以对于殊破旧女的DNA 心情积极别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殊破旧女成员牛五 和女团台体出身的阿迪 将于5月底举行婚礼 3月29号 柳吾在IG发布了手写信表示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 与成员及公司讨论后 决定在5月底举办婚礼 对于可能对这消息感到惊讶的粉丝们感到抱歉 感谢基于我决定支持和力量的成员们和SM公司 总结一下就是 恭喜刘 我们每次导致 探索当 招待 这是 我们每次导致 优优独播 最后 我们每次导致 有充 第3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